画面 我刚刚把我的密码打进去了 送出密码之后 他就出来 我的中文名字 确定是我本人 你就按确诊身份 那你就是这个课程的学生 你就可以开始 点P01 开始做第1个题目 第1个题目 要我们做 这个 这个急速求和很简单 总共做K等1到10 每一次都加同样的数目 1 所以1加10次 所以我们答应该是10 应该是10 那么这个题目呢 我之前已经做过了 我给大家看我前面做过的记录在这个地方 我前面做过的记录是我总共达了3次 P01我总共达了3次 第1次我送的答案是4 再送3 都错 然后最后是送1的时候对了 只要是对了 这一题就会得2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 他的 尝试次数3次之内 就答对的话就有分数 同样的 P02也是一样 总共有3次的次数 X小于4 答案当然是123 但是我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故意答错了 我故意 这边答错了 第2次才答对 可是还是得分了 因为 我就 第2次还是得分了 OK 好 所以大致上 选择题 单选题 复选题 都是标准的这个 选答案的做法 唯一 比较大的不同就是他可以有几次的尝试次数 让同学们可以 错没有关系再改一下答案 你就对了 这是一个数值填充题 就是要 做数值计算的 比如说 sine 3分之pi sine 60度 sine60度 是 这个 2分之根号3 但是呢你如果送进去的答案 2分之根号3是个无理数对不对 所以你不可能真有 精确的数值答案 所以 你一定是 输入一个 够精确的答案要精确到多 多精确我才会算你对呢 只要精确到 跟标准答案 来比相对误差在 0.05 就算对了 OK 所以 这个题目 2分之根号3 应该是 0.866 可是你如果写0.84 就会对了 OK 比如说你可以看我刚刚的填答的过程当中 我第一次填0.8 错了 因为误差太大 第二次我填0.84就对了 所以0.84就对了 你不必填到 填到0.866 你填到0.84就算对了 这就是相对误差的意义啊 好 第四题也是一样 sine 6分之π是sine30度 sine30度是0.5 1分之1 所以你要填0.5 请注意 你如果填 1除以2 1分之1 这样不对啊 不能填这个答案 要填就要填0.5 这样才是对的答案 OK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cos6分之π是cos30度 cos30度跟sine60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题目应该也是0.866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故意填0.8 是错的 对不对 填0.82 也是错的 填0.83 就对了 0.83就已经对了 虽然正确答案是0.866 但是0.83就对了 因为 已经小于0.05的相对误差了 OK 好这个呢就是 关于数值 输入问题 P04 也是填充题 但是他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 常常会用到科学记号比如说 电子的带电量是这样 负的1.6乘于10的-19之方库轮 所以如果你要 数据这样输入的话太长了对不对很容易错 所以我们只要写 负的1.6 1 负19 这样就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填这个答案 负的1.6因为 电子带负电 1 代表 10的几次方呢 10的 19之方 送出去错了对不对 因为不是19之方 是负19之方 OK 好 所以你这个时候再送出他就对了 OK 好比如说光速 光速是3乘以10的8次方 你只要写3 318 就是3乘以10的8次方 这样就对了 OK 好 这边有一些练习同学们可以自己做做看 好以上呢就是前面四题 第五题开始要用到 公式的输入法 这个部分呢 请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的说明 就知道该怎么做公式输入 以上就是 简单的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说明 好